好 今天的新新聞正航 要來看到國民黨立委 之前一堆人力挺好遊 版主才大翻車 現在來看看 為了馬文君 要不要再翻一次呢 主要是馬文君跟郭喜互空泄密 結果許小新自己跳進來 說要公布了這個郭喜 跟韓國顧問的英黨 但是出現的大逆轉 傳出流出英黨的 這位韓國翻譯 被爆出上週緊急早的郭喜 向他致歉 坦承這英黨經過了變造 甚至願意接下來出庭作陣 如果這個傳聞是真的 包含許小新在內 以及大量聲援馬文君的 戰鬥欄成員 將要再度大翻車 也會重創接下來 國民黨的選情 日前郭喜才高分被開嗆 許小新公布與韓國顧問的英黨 經過變造 如今外流英黨的翻譯王小強 傳出也向郭喜坦承造假 據了解十四號中午十一點 這名翻譯在友人陪同下 招上郭喜向他致歉 坦承英黨經過剪輯變造 還交出關鍵潛艦形狀的 USB原始黨 表示願意出庭作陣 當時英黨流出戰鬥欄欄欣喜 還立體馬文君到底 如今英黨不排除造假 藍營可能大翻車 馬文君則低調回應 專心於地方行程 臺北議題佔不回應 其實臉書上也可看出端倪 十四號上午才發文 說詐騙集團到底用什麼話術 讓人相信他的謊言 但底下留言卻限制對象 才能回應 難免讓人質疑再迴避 好 再來關注呢 現在在野陣營的南白幕僚 在前天的退談 原本金山會呢 他們的這個氣氛相當好 但是昨天怎麼柯文哲一講話 變得火藥味四起 藍白幾乎是撕破臉 主要呢 就是柯文哲先嗆了金普聰認為呢 他提出的所謂民主初選 毫無誠意別有用心 結果讓金普聰也大動作 開記者會來反擊柯文哲 怎麼可以對他人身攻擊 希望呢 柯文哲能夠就事論事 不要說翻臉就翻臉 讓藍白河瞬間陷入了僵局 也導致第二次的會議 時間現在胎死腹中 主要雙方各自的底線呢 就是呢 這個民眾黨認為 你所謂的民主初選 堅持的話 可能會陷入災難 而國民黨現在炮轟呢 柯文哲 你堅持著要民調 你之前不是說過 民調用錢買就可以嗎 他也再度打臉柯文哲 不是你想選嘛 你選 不然我讓你選 你也不會上啊 對 柯文哲 提民主初選方案 柯文哲自動解讀 就是刁難 慶祝發表會開口 衝著金普聰來 他會故意提出一個 就一看就算很難執行的 這個就是 我看他也沒有打算要合作 二十年來幾乎沒有用過 在國內沒有用過 一個出身學界 會用這個方法 就表示 要嘛就離開學校太久了 你知道嗎 以前把這個學識都忘掉 要不然就是給我用心 柯主席 講話值不值跟你 是不是一聲無關 他刻意挑舞 其中還帶有一些這個 應該怎麼講呢 有那麼一點人生攻擊味道 凡事就是就事論事 不要隨便貪花 柯市長再早一些時間也講過 民調都是用買 以己之心度他人之步 故意找一個很難執行中心出來 他根本就沒有想要喝 無言以對 只要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臨時架開記者會 金某聰拿出黃珊珊也有參與的 台北市長選舉民調開課 藍白隔空交戰 柯文哲挑明換個方案再來談 你有沒有其他提出的替代方案 一想好的時候控制我們 你知道我很想問一下 到底誰代表國民黨 這麻煩你以後的 昨天回家心情很好啊 此時心頭又來了一塊大石頭 大石頭就是我們柯市長 替我加上去了 說變就變 柯文哲進辦以代表性不足 名測建置問題 準備時間倉促拒絕 直言民主初選 其實是封閉式選舉 擔心不當動員 孔對侯友宜較有力 再也整合持續卡關 金普聰喊二次會 時間地點全配合 求再拋回給柯文哲 三十五黃銀凡 外面宣傳 S3小組新美報道 藍白隔陷入了僵局 有國民黨員就認為 很可能是母雞侯友宜太弱 讓談判籌碼真的不夠力 甚至立委陳玉珍就直言 如果最終藍白五好合 那就要讓國民黨 真的要顧好小雞 因為一旦藍白不合 柯文哲可能會操作棄保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那國民黨看起來 就是還有至少四年要當在野 甚至要小心 國民黨的不分區 立委被選票瓜分的話 還會重創 那另外再來看看 現在破局之後 大家也把鏡頭關注到了郭台銘 好 這一次民主初選 甚至大家就認為 那國民黨你根本是雙重標準 當時郭台銘跟侯友宜在爭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民主初選呢 是不是真的有黑箱 也讓現在郭台銘不以為然 借機來吃國民黨的豆腐 現在郭辦的發言人說 如果要辦這樣的初選 全台有上百個選區 至少要砸新台幣兩億 而目前的政壇 只有郭台銘有能力做到 如果不能替老百姓服務 不能改變經濟 大衛有用嗎 你做蓋幫的幫主 你還是蓋幫啊 參拜基隆天險公 總統擬參選人郭台銘 再拋金句 或許是對前一天 藍白會有感而發 因為國民黨主張民主初選 是最佳解方 被質疑郭侯初選時 怎麼不用 看了又 看睡著了 不知道懂還是不懂 所以早上趕到基隆來 對不起 這個太深奧了 朱立倫這番話 不只說服不了郭台銘 新黨副秘書長王萬邦也發聲 當年新黨採用這方法 花了上千萬 卻中下新黨分崩離析原因 還批國民黨跨黨整合 搞這套 擺明就是要大吃小 前清明黨文宣布 副主任吳昆韻也說 沒有哪個單位 可以在二十天內 鋪好投票所進行投票 提出這主張 根本想把藍白和搞破 七四幾個選區 那至少成本要兩億元以上 我請問朱主席 你有兩億嗎 你有兩億的話 你就可以回家了 目前全國唯一有執行能力 做到民主初選制度的 還真的只有我們郭台銘辦公室 就連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前一天溫情喊話 望你早歸該歸對 郭台銘都不領情 主流民意在哪裡 我就在哪裡 這句諺語 說 說得一分紀 做不到一湯匙 郭台銘看似心如止水 也不管藍白怎麼合 暫時都與他無關 好這藍白和不合怎麼扯到了民進黨 主要就是黃珊珊針對了 開放式初選 說當年在一九九五年的民進黨 以及一九九八年的新黨 都造成了重傷害 現在民進黨立委趙天麟就不滿了 當時在一九九五年 他以大學生的身分 來支持黨內初選 強調這是成功的社會運動 反批黃珊珊現在拿綠營來比初選 比你藍白和真的太扯 甚至趙紹康也直接說 如果當年沒有民主初選 根本沒有今天的黃珊珊 要求他懂得飲水師緣 我很飲水師緣 所以我還是覺得 這個制度是需要神聖思考 強調自己假規計敗處逃 因為前一天藍白會談 國民黨提開放式初選 黃珊珊在臉書發文批 一九九八年 他爭取新黨選北市議員 黨內開放式初選 造成分裂人才流失 引發新黨創辦人趙紹康 開嗆要飲水師緣 而黃珊珊不只扯新黨 還扯民進黨 他提到一九九五年 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 也因不當動員受到重傷 引發民進黨立委 趙天玲回擊亂扯一通 趙天玲也有說 就是不用扯民進黨的這個初選制度 那您怎麼看 民眾黨要不要接受國民黨用公民投票的方式 來進行初選 個人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的理由 要拿民進黨在一九九五年 總統的這個公民投票 來當作一個理由 說這是個亂象 那我覺得與事實不符 彭敏敏在一九九六年跟謝長廷搭配 代表民進黨角逐總統大位 綠營在一九九五年 用兩階段進行黨內總統初選 第一階段幹部評選及黨員投票 第二階段四十九場辯論會 由公民投票 總投票人數高達三十萬人 最後彭敏敏擊敗許信良 順利出現 雖然在大選中敗給李登輝 但綠營建立黨內初選文化 綠尾形容這是成功的公民運動 民眾黨跟國民黨基本上 要不就是沒有初選的文化 要不然就是很多初選作弊的文化 跟民進黨不斷的演進革新的 我們的初選制度是不可相比例 拿這個來扯的話那就太扯了 反擊藍營 黃山山發文 還扯民進黨 藍白合不合 恐怕已經有答案